那以下我们就要谈到电场、磁场、H场 它不同介质界面的连续条件 因为我们电磁波 它不可能在同一个介质里面传播 它总会碰到一个另外一个介质 另外一个介质如果它的性质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看它这个时候的连续条件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电场跟电位仪的连续条件 那你就要看看电磁波里面电场跟电位仪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知道有个高斯定律 这不一定是free space 就是说它可能在一个 它一般的介质里头也可以传播 所以我们用介质的高斯定律 用这个高斯定律 那你就要做一个封闭面 这个封闭面我们过去电磁学里面都讲过了嘛 对不对 做一个边边的圆柱核子 这边厚度几乎趋于零 厚度几乎趋于零 这个面积是delta A 两个面平行面 两个面平行 跟这个夹编 跟这个夹编平行 这样的 好于是我们就 假如这个是 Y1 介质1 这个介质2 Y2 好 这个介质里的电磁波 在这个夹缝下面一点点 是D2 夹缝上面一点点 就变成D1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它就变成上底 D1.da1是这个方向 这个dot这个 就是它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就等于D1.n2 我们就把这个当做 通常我们把第二个 第二个面 第二个介质的表面 N2 这个就变成D1.这个 称上delta A 然后这个也是D2 dot N2 N2是朝上 D2 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是朝下 跟N2相反 所以这个是负的 负的 局面呢因为 高度去0了 它几乎没有面积了 它就没有所谓的flux 就是这个 这个值 等于QF 等于这个里头所包含的 free charge 假如这个界面 表面跌合密度是sigma S 它称上这个就是free charge 然后这个跟这个约条 我们就得N2 D1 现在叫D2 sigma F 这就是它的连续条件 这个连续条件里面我们就发现 如果两个介质都是理想界点质 理想界点质 就是没有 没有导体的成分 那它就不可能有free charge 那这个就等于零 这个是零的话呢 那就表示这两个 这个到这个 这个减到这个 就是 就是D1 它的normal component 减到D2的normal component 要等于零 就这两个相等 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如果界质一是理想界点质 这是绝缘体 理想界点质 界质二是理想导体 像同音经这些 因为这是个导体 所以它可能会有 sigma F 会有表面电荷密度 这个不得于零 这个不得于零的话呢 这个不得于零了 就是这个不得于零了 但是我们知道 理想导体里头的电场是零 电场是零 然后我们有这个 maxual equations 这个是零的话 B场也是零 就是理想导体内 电场是零 电场是零 知道这个也是零了 以后会用到 所以理想导体内 这个等于零 那它的 Electric displacement也等于零 那么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所以它就变成什么 变成 N2 应该这个是零 看这里 N2.D1 那等于sigma F 这是sigma F 不等于零 这个是等于零 OK 我们再看这个电场 现在我们利用这个 法拉第定律 因为是电磁波 我们用法拉第定律 有电场有磁场 因为你要用法拉第定律 你一定要做一个 Close the path 我们就去ABCD 箭头的方向就是 将来积分的方向 这个是E1 这个E2 这个Y1 Y2 我们定这个方向 叫做Tangential Direction 那么这个封闭路径呢 这一边的长度 Approaches Zero 所以取长方形路径 ABCD 好 这个 就变成四段路径的积分 这个路径里头是 E1 DL1 E1跟DL1 同方向 DL1 就是它 在这个方向 这component 是跟它同方向 所以 等于用正的 这两个地方 BC跟这个 因为 Delta H 等于零了 所以 BC跟DN 这个都是零了 不管 E2 这个方向 Delta L 是这个方向 所以 它的 在这个方向 的component 跟这个方向 相反 所以 就是负的 这是E1 乘上 DOT AD 就是 它在 切线方向 的分量 这个是 E2 在切线方向 的分量 这个分量 跟 DOT L 同方向 所以是正的 这个方向 跟DOT L 相反的方向 所以负的 这两个 加车是零 所以 最后 我们就得 这个 这个叫做 电场的 Tangential Component E1 这是E2的Tangential Component 等于这个 这是左边 右边 我们看 这个是什么 磁通变化率 的面积分 面积分 那么 这个面 这个面 就是 这个微层的面 这个非常非常小 几乎就是 A B 跟C D 几乎就是可以 叠在一起 塞在缝里头 所以 面积就是等于零 就没有这个 Flex Flex 去于零了 所以 这个式子 就变成 这个 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 就表示 E1T的E2T 就是电场的 切线分量 相连续 电场的 切线分量 相连续 没有条件 就是相连续 而戒指 电场的 切线分量 相连续 好 我们现在看磁场 跟磁场强度的 连续条件 磁场 可以用这个 这个 不管你什么 状况之下 都是它 我们也是做一个 扁扁的 圆柱核 这是B2 B1 这是Mu1 Mu2 不同的 物质 还是取 高度 取于零 这个面积 非常小 叫做A 因为这个 高度 取于零 就等于说 你这个 很小的 面积 两个 可以叠在一起 可以塞到 这个缝 里面去 我们就看 这个 从这个 盒子里 砖出来的 磁场的 通量 上面这个 盒子 上底 不是上面 的 上底 B1 D1 DA1 DA1是朝上 加上下底 B2 D2 D2 曲面 我们知道 曲面 这是零了 这个 就等于B1 的 这个方向 Normal Direction 就是B1 因为这个 积分 很小 很小 面子很小 所以这个 积分 就是这个 字 就说 在这个 面积里头 这个量 不会有 显著的 变化 下底 B2 跟DA2 方向 相反 就说 不是 DOT以后 它在这个 方向的 分量 跟DA2 方向 相反 所以它 就是等于 负的 B2 N2 因为B2 N2 是朝 这个 方向 Delta A 是朝 这个 方向 这个 要 等于 零 这个 和 这个 合并 在一起 等于 零 所以 它 就是 什么 磁 磁场 B场 蛋 Normal 分量 相连续 二 磁性物质界面 磁场的 法线分量 相连续 电场是 切线分量 相连续 磁场是 法线分量 相连续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H场 这个时候H场 我们就要用 安培定理 安培跟 Maxwell 定理 因为这个你要做一个 封闭面的积分 封闭 路径的积分 我们就取 ABCD 打X的 就是表面 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 好 去这个 那这个就变成 四段路径的积分了 因为这两段 区域零就没有了 就说 这个积分值 几乎区域零 这个跟这个 区域零 只有这两个存在 H1.DL1 H1在DL1这方向的分量 就是H.DAT 跟这个方向 同方向 所以用正的 H2 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就是H2.D2 跟DL方向 相反 所以用负的 那它就变成这个 这个就变成H1.T 这个变成H2.T 相反 这个 这是左边 右边 Frecurring 假定夹缝这个地方 它有 这个面 它有表面的 电流密度 Lamina F 电流密度 就是每一公尺 有多少 安培 那现在总共 有这么多公尺 所以I F 就是这个值 打X 我们要顺着 这个方向 好 然后 这个 因为它是 对于这个面来积分 电场的 就等于电通量的时间变化率 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区域零了 所以这个面积几乎是零 所以这个是零 因此我们就 这个式子就指得 这一边 等于这个 大家把Delta L 约掉 就变成 H1.Tangential Component 叫H2.Tangential Component 要等于Lamina F 就是H的切切分量不相连续 不相连续 因为如果你这个 不等于零的话 就不相连续 如果这个等于零的话 就相连续 然后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Lamina F Lamina F 是进入这个纸面的方向 N2 Cross H1 也是进入纸面 N2 N2 Cross H2 N2 Cross H2 也是进入纸面 不过这里是负的 所以它是负的 那么 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写成这样子 如果你这个等于零的话呢 那就是H1.T 要等于H2.T了 这就刚刚我们的结果嘛 如果两个戒指 都是导体 且传导系数 都是定值 那么Lamina F呢 就等于零 就是说 你这两个都是导体啊 它有电流的话 那整个导体都有电流啊 它这个电流密度就是J了 不是Lamina 所以如果两个都是导体的话呢 那就没有所谓的表面电流密度了 这个等于零 那么这个时候 Tangential Component H2.Tangential Component 相连续 如果说 有一个是理想导体 通常我们都是把 第二个导体当作理想导体 假定这是理想导体 这个是借电值 那它 这个时候这个体内 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刚刚我们说过 E2等于零 然后由Mexual Equation 可以得B2等于零 B2等于零 H2就是零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由这个式子 这个是零了 它就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因为它现在只有一个导体 另外一个不是导体 所以它可能会有 表面电流密度 可能会有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还是这样 这个方向 N2到H1 这个方向要相同了 以上是我们看到 两个介质 两个介质 它的电场 电位移 磁场 H场 它的连续条件 这要记住 以后就电磁波的题目 这个常常在用 我们看第四个例题 用下列 我们有下列 电场跟H场 电场跟磁场 表示均匀平面波的电磁波 它在两块 无限大平行金属板 无限大平行金属板间的空气传播 这个电场 这个是H场 这个都是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 我们只看它的正方向 向正方向传播的部分 OK 这是它给我们的 是这个 那两块平行板 一个在X等约 一个在X等约 零 求两个导体 表面电荷密度 跟表面电流密度 好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表面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跟什么有关 跟Electric Displacement有关 好 我们有这个 这个就是两个导体 无限大的导体 电磁波在这个当中传播 这个当中是空气 这两块是导体 好 我们就 N.D1-D2-SigmaF 好 这个值要用的话 我们会用在两个平行板 两个金属板 跟空气 这个跟空气 或者是这个跟空气 当你用这个跟空气 做边界的时候 这个边界两端 那这个就是D2 如果你这个界面是空气 跟导体是这个界面 那这个就是D2 那D2在这里 N2也是朝外了 导体表面 N2就是朝外 好 我们由这个 D1-D2分别是空气 跟金属内的电位仪 这个是金属内的电位仪 N2为导体平面的 法线方向 看你是什么导体 是在这个地方的导体 还是在这个地方的导体 N2不一样 金属体内的位仪 我们刚刚讲过了 电位仪是零 电场是零 所以这个也是零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一边是金属体的话 就是这个是零 就剩下这个 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来求 Sigma F 金属内的电位仪 这是刚刚那个东西 在X等于零的表面 X等于零就是刚刚下面那个表面 N2是朝上 这个怎么没有 应该在这里 这个地方N2朝上 N2是AX方向 所以Sigma F N2.D1 就是AX.D1 D1就是等于 原来是AX D1就是Y0成这个 因为在空气里面 这两个道德就变成量了 是E了 Y0 这个 它告诉我们是E0 plus cos omega t γβ0z 好 如果是A的面 N2是朝下 就是负AX 这个值跟这个值 正好差一个 负号而已 所以就是负的 我们要求 Lamina F 就要靠这个值 就要靠这个值 靠这个值值取 还是一样 我们说 第二个 2都是属于 金属体内的 所以这个是0 于是它就变成N2 cross H1 cross H1要等于lambna F 所以lambna F等于这个 N2 cross H1 如果X等于0的话 N2是挣AX 就是这个字 AX乘AY是AZ 然后这个 就是E0 plus over A to 0 cos omega T 减β0 那这个在X等于A的 它是AX N2相反 N2是朝 N2在上面朝下 这两个差一个符号 所以这就是负的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的 两个倒体 那么它的lambna E0的这个地方在lambna 是朝正Z的方向 朝这里 上面这里呢 是朝负Z的方向 上面这个表面是朝这里 那这个是表面电荷密度 上下正好相反 它电磁波 这里传过来是正的 它另外一半个波上就是负的 另外半个波上是负的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朝正确 所以 朝Z的正方向 这个朝Z的负方向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半径 有一个半径为A的圆形的金属道体 有一个小缺口 别说我们用刀把它砍断 它就有一个缺口 它在空气中 置于YZ平面 现在有个电磁波 经过它 电场是这个 这是电场的harmonic form Time harmonic form 这是H厂的Time harmonic form 假如这个半径 比波长要小很多很多很多的话 波长就是电磁波的波长 我们要求电磁波经过它的时候 这个缺口会产生电压 有时候会电压够大的话 它会产生Spark 会产生火化 会跳火化 就求这个电压 好 我们现在用什么来做呢 你这个导体线圈 你没有电动式啊 它怎么会有 缺口会有电压呢 好 我们说 电动式 不一定用电动式做产生 它可以时长 所以时间的变化产生 有了它就有电压 好 这个是什么 法拉第定律 负的 B dot dA就是flux flux的时间变化率 负责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就等于μ0 partial H over partial T H知道啊 H知道啊 我们就把H μ0沉进去 H是这个 对时间为分 就有一个Omega出来了 对不对 这整个就变成cos 方向还是不变 X方向 朝上的 好 因为 金属环的半径 远小于μ0 所以说 电子波经过金属环的时候啊 有没有把这个 我没有把这个 哦 没有 所以经过它的时候呢 电子波 经过它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 所以这个里头的H场啊 H场 可视为均匀 可视为均匀 圈内的磁场强度 在Z等于零的地方 就是我们认它的中心是零 可视为均匀 我们取这个面积基数 它就是A X 朝上 X 刚刚我们坐标说朝上 乘上DA的大小 DA的大小就是 太A平方 所以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Hashabee用这个带 DOT 这个 这个是在Z等于零的地方 因为我们把这个线圈 摆在 注标的原点嘛 所以这个就是零了 来到这里 AX 到AX 就是E 它是负的 μ零 Omega 一点这个都不变 那这个就变成 cos Omega T 乘上 πA平方 因为这个面积 就是πA平方 等于这个 缺口 你看 因为在这个圆圈上面 会产生电动式 你有个缺口 缺口就是断路 断路的地方 电压就等于电动式 就等于这个 电压跟时间关系就是这个 这个要用到我们电磁学里面的 有缺口的地方 它的电压就是电动式 OK 这个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图 电磁波进入这个 这摆在原点 H厂是这个 电厂是这个 它不是不动的 这是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在这里 但是随着时间改变的话 通常它这个电阵 EMF最大是 当这个在这里的时候 因为这个变化最大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火花 这个就是这个立体 那我们这一章就介绍完了 接到我们底下就要看 电磁波的第三章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一章就要看